1951年初为了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志愿军 原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沈阳修建抗美援朝烈士令员 同年8月落成并在1999年改建 在1951年至1955年间陆续安葬了123名志愿军 包括特级战斗英雄和一级战斗英雄 中国和南韩在2013年达成协议 第二年开始每年分批将在南韩境内阵亡的志愿军遗骸移送回中国 至今已有7批共700多位志愿军的遗骸由南韩移送回国 全部都安葬在沈阳烈士令员 抗美援朝战士有近20万名中国志愿军阵亡 令员有一幅200米长的胡营烈士英明墙 刻有大约17万名阵亡志愿军的名字 为了迎接抗美援朝70周年 令员近日完成收纾和绿化工程 现在经过一期环境维护以后 烈士令员共增加了绿化面积2.7万平方米 花卉草坪2.2万平方米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等等 令员都有纪念活动 不少军人、学生、少年和儿童 在烈士务前举行入党、入团和入队等宣誓仪式 令员每年接待的群众有15万多人次